12月1日,宁月品牌新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除了品牌创始人金鹏,三位联合创始人王思聪,甘薇和秦岚也一同出席启动仪式 身为三个孩子的妈妈,甘薇仍然保持着令人羡慕的容貌 她就在现场大方分享了自己的保养秘籍 其实像我这样子已经身为三个孩子的妈妈 为什么皮肤还那么好,身材还那么好 其实就是对于自己的一系列的管理的比较好 比如说像康川老婆,真的像秦岚姐一样 也是一个小白鼠 基本上市面上的整个康川老婆的一系列的系统都试验过了 包括也就是我双孩子把自己的胎盘留下来 然后提取了干细胞,然后再打回到自己身体上 真的 对啊,所以其实我相信 因为我当初选择这个把自己的胎盘留下来 然后提取这个干细胞的时候 我觉得有可能是不是我要求的太高了 其实他们那个机会说 他们说,菲姐,基本上每一个妈妈 在经过医生的允许下 胎盘没有就是疾病的情况下 是完整情况下都会提取 对于好姐妹甘威的保养秘籍 秦岚也表示,未来一定会尝试 我还没有 因为将来如果我生了宝宝我也会留的 因为我觉得科技还是很靠谱的 而且不断地在完善跟进步 我相信就一定会将来会有可能 可能说你看从前的人的寿命为什么那么短 到近世经地,哎,收命已经开始还不错了 因为我们已经开始注意保养了 但是方式方法跟认知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需要专业的团队有这样更科学的认知 来告诉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 然后有专业的这样的体系 包括我们的导师也好 或者是一些医师也好 给我们好的方式方法 带进来让我们更好的生活 王思聪的投资领域设立很广 这次却是他第一次涉足英美行业 谈到投资的原因 王思聪直言因为女人的钱好赚 其实我本来想说这个 投资这个是因为女人的钱比较好赚 当然是这个 所以你参投这个项目 就觉得这个女人的钱比较好赚是不是 没有没有,这个世界上最好赚的钱 就是女孩子的小孩 小孩的话反正目前是我没有碰 女孩子的生意 其实我现在已经做了不少了 那么有着国美老公称号的聪聪 眼中新衣女性的标准又是怎样的呢 我要是说第一眼看性格是不是太假 你说是不是会第一眼关注她的皮肤 没有,其实我这个人是比较大剧观的 我就看整体 看整体的情况 对,当然皮肤就占最大分的 对